小永来小七家第二天情况 中文字幕里面 衣服都有点湿了 不过没关系了 辛苦的是一时的 以后来这边 当下我 给夏琪发信息 她说在这边过来找下她 这边种了很多甘蔗 这种甘蔗是炸糖的 这种甘蔗要等到十个月份 就可以砍了 种了一大片 这边也有 小七走在前面 这里还种了那个水稻 他们这边也是种两次的 我们那边也是 但是我家不种大米了 对 种的还可以 这是第二次水稻 第一次已经收了 然后 差不多一样像这种情况应该有 差不多又有一个月了 种水到一般都是两个多月吧 到三个月 现在水控放水下来了 大一点的时候应该是 那里会有大雨出呢 人家都是风格是围着的 你这狗来了 现在和小七坐在这里休息一会聊下 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环境 之前里面一点的话我也没有拿 之前就是在外面一点 像去年十个月份嘛 我拿过这里 但是在外面一点 里面一点也没有拿过 刚才干活出汗了这个衣服都湿了 啊 因为我我就买有花娘 我还是挺快的小伙子 真的啊 是啊 还有这么说吗 你们讲话我又听不懂 是不是 你们这边是讲状况的 我还问了别的别的 我就听你舅舅说 用那个小石头 他说搞那个地瓶吧 对 他那个小石头 这个贴气茶酒确实有点 太热了 冬天的话还好 冬天的话就感觉不到累 但是贴气太热了 一下子就出汗了 然后你舅舅也问了我 怎么样 我就说可以啊 我说我之前我也干过这种 他以为我是搞建筑的 他以为我是搞建筑 我说我我也是在家里面搞那个地瓶 给我爸跟我书 三个云弄弄了几天 这个手也起泡了 我这里也起泡 你看到了是吧 这里也脱皮了 好辣这个汗 没事没事 就是偶尔一次嘛 又不是每天这么做 嗯 其实你做这个也是好的 我家里是做镜嘛 然后我旧妈的肉肉 初步的印象还是可以的 姐妹我旧妈还说要不要去他那里表哥也在家 啊也就比我表哥大两岁 应该能聊得来 我还不怎么说 啊 我有空了就去 因为我也不会讲状况太多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聊 是吧 因为毕竟他第一次见面嘛 如果第二次见面就 比较可能就多一点 熟悉一点 对吧 第二次你见他们很少的 今天是碰巧 他们来我家拿石头 嗯 是啊 一般是正式 决定结婚了之后 才会带去舅舅家那边 不然的话一般不会 对 不然 对 对 的话 千十三 じゃ 对 你们